Hello 大家好 我是科大無知橋團隊的成員楊佐斌 上次就是阿Ling分享了她自己的經驗 第二次就到我來分享 老實在中學來說 就是因為九龍倉贊助了這個 無知橋舉辦的那個項目 就是重慶星光邨 我就被學校demand參加這個活動 一開始就不是很寧願去 但之後我去完之後一發現 其實在裡面來說很多很優秀的人 他們分享了他們自己的大學生活給我聽 令到我更加想去準備這個DSE的考試 考上大學之後 我就想說我會繼續參加無知橋的活動 於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我第二次的時候 我就選入了無知橋的團隊 直到現在我就畢業都在這裡 從中學來說 其實我們就 只需要負責大學生給我的任務 那我的任務就是 洗廁所和沖洗衣服 當然 我們就安排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 大學生來說 可能會越大就越大了 所以呢 我們當我們負責一個項目的時候 我們要更加清楚自己 用什麼事 另外帶自己的團隊去完成這個項目 在廣西的項目裡面 就會處理一個奮法龍 我們自己去買材料 找工人等等 所以呢 其實從大學生來說 就會比較辛苦一些 但其實責任應該都大一點 其實對於運工來說呢 暫時的效果就很明顯 那當然在我自己的介紹的時候 我就會說到是無知橋的經驗 但是在面試的時候 他們好像不是很重視這個 無知橋的經驗 反而是比較注重實習方面 那我從小小的中學生呢 只是會聽別人的命令 變成在大學生的時候 我會知道自己的 那個叫做工作分配 那之後呢 就大團去做一個項目 甚至帶新人去處理一些 項目上面的工作 那其實學多很多 跟人的相處 共識的技巧 甚至是 怎樣去表達自己的意思呢 那 還有是認識到 當中裡面很多大陸團隊 或者甚至香港團隊的人 其實他們都很優秀 那當你的朋友變得很優秀的時候 那當你的朋友變得很優秀的時候 那支支電源呢 就會跟著上升 那所以 那我覺得 對於個人成長 是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或者在這個方面呢 他會某程度上 幫回你在運工的時候 你對人 或者你對著面試工的時候 你那種 談吐 那種前線 那溝通方式呢 都會相信對你的運工是有幫助 其實一個合作的項目呢 你和其他人去合作 一定會有少少的磨擦和爭拗 那但是 要分配好自己 在這個項目裡面 我們要處理這個項目 從而 從而自己去協商 應該去協商 那樣 我們和大陸團隊 和其他團隊都相處得很好 那所以我覺得 可能這個是毛子橋的一種文化 我覺得是 大家在毛子橋裡面 做事會很認真 而而且 真的想做好那件事 而不是說 純粹亂玩 那樣 所以大家 很有這個 決心 要把整個項目做好 而不是說 就要突然 喇喇喇 這樣才 正好 完成了一個項目 好 那我們今天 可以分享一下 好的 下一個是誰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